今天的辯题是《格芳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福,月芳发展元宇宙是人类之禍》 由格芳可峰中学识识园主办,对月芳九龙堂学校中学部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辯缘 格芳主辯为北军军同学 第一负变为张子盈同学 第二负变为吴飞宜同学 杰变为蔡洛斯同学 月芳主变为方芯宜同学 第一负变为彭以欢同学 第二负变为邝俊研同学 结变为施加恩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 马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中文辩论队教练 杜情怡小姐 香港华人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吴家乐先生 盛世提反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赖韦菲老师 比赛开始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 局六个环节 台上变缘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变缘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会有一丁提示 届时我将会举牌并且用人口 叮一声以作提示 时间到将会有两丁 叮叮以作提示 过时15秒 则有三丁提示 叮叮叮 届时本人将打断变缘的发言并且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的赛规早前已经发布比赛的双方 请问双方主辩对赛规有没有任何疑问 没有问题的话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教室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台上的问题有没有准备时间 还有问多久 台上的话就会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发问完之后会有一分钟的准备回答时间 发问的时间都是一分钟 也有准备时间 发问有没有准备时间 发问是没有准备时间 回答有一分钟 是 谢谢 谢谢 不用客气 好 如果准备好的话 现在就请隔方主辩发言 请在发言之前先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试麦 请问听不听到 请问月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请问评判听得清不清楚 谢谢 隔方主辩同学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主席评判日本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自带分身于1992年所作的《多亚语说》说分一本提到 人类通过虚言语实切碑 和虚言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称为元宇宙的虚言空间 元宇宙在自然的意思就是跳跃宇宙 游戏Rublos上班人大卫巴斯总司机 将元宇宙归结为身份、朋友、沉浸感、非延迟、多元化、体地、经济系统、文明等 8个方面 Memible公司创始人持因拉多年 就将元宇宙分为体验、发现、创造者经济、空间计算、去中心化、人机舞蹈、基础设施等7个层面 今天我观看哪些标准为 扎展元宇宙是否能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满足人类现时未能被满足的需求 第一 元宇宙的应用技术可以消除元宇宙的各种限制和元宇宙相辅相成 促进社会进步 元宇宙并非指单纯的产品或技术 而是集合和加强网络通讯、人工电能、区块链、数字联新等多种新型技术的新型练网应用和社会形态 其利用各种技术所塑造的虚拟广真世界 是可以突破元宇宙的b元、时间、空间等的限制 在元宇宙里面 各种生产要素都容易产生b元、时间、空间受限、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 但在元宇宙的虚拟广真世界里面 生产的元材料是数字或代码 它们都是无限的 所以不存在消耗或者使用寿命 亦都不存在在空间和时间的障碍 例如医疗方面 元宇宙可以协助诊疗、诊断和医师培训 2021年 Persession All-Ace 发布了全球首个虚拟广真平台 外国医师可以直接具有足够的训练环境 在逼真的数字审树室里面模仪审树过程 提升医师的诊疗技术 并运动于现宇宙 此举可以解决现时医疗资源、空间有限 医学生实习机会少的困境 发展元宇宙和现宇宙相乎相成 可以从无疑复合现世界 竹尖变为其的延伸和抗点 另一方面 元宇宙中的资品生产和消费技术的优化 都可以反作用于现世界 促进现世界的发展 第二 元宇宙提供沉浸式的访真世界体验 可以缘足人类在现宇宙未能被缘足的需求 在元宇宙中因为时间、地域、个人身份等等的限制 未能被缘足的需求 在元宇宙都能被缘足 元宇宙有沉浸式的深度体验 就是结集、创造、娱乐、展示、社交、交易等于一体 在这个世界一边的人 已经突破了传统互联网线上参与角色 用户既是参与者又是创造者 可以获得跟真实世界似乎一样的感官和认知体验 和可以在亭组创造 和参与自身在现宇宙未能实现的愿望 例如元宇宙演唱会 观众可以在不受、地域、人数限制的情况下 参与具有互动和真实性的去元宇宙演唱会 美国著名歌手卡利安达格兰德 举办了现时最大型的元宇宙演唱会 人数超过7000万人 在元宇宙举行的活动 我们是无需拥有人数、地域感等 现宇宙存在的问题 缘足了我们在现宇宙未能被缘足的需求 最后想要有高同学 成不成功在元宇宙可以做到现宇宙未能完成的事呢? 多谢 各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5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月方主辩 麻烦请先试一试麦 谢谢 现在暂时听不到任何声音 应该还没听到 不好意思 主席你好 我尝试过去看看是发生什么事 不好意思 先试一试 试麦 试麦 现在可以的 听到声音的 可不可以再试试一试麦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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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有请月方主辩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我示意 准备好 准备好 好 丁 试麦 vard 缓 试麦 试麦 iding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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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法律衝突,就算我本帖友方想像中的元宇宙世界,就算元宇宙真是發展到,也會引來更多的法律爭議 如前身起面書的元平台總法律顧問,申尼佛劉斯特德所言,元宇宙有幾十個法律問題還未解決 幾不同平台的法律執法標準,無邊界下的社會糾紛如何解決等等 請問友方,連最大的科技巨頭都表明元宇宙這麼多法律爭議,友方憑什麼口咬定元宇宙就是沒問題呢? 而我方立場比友方更高瞻遠足,我方認為要有意義,討論變題就應該從現階段的元宇宙出發 討論可以見將來的利弊,當元宇宙的出現令到用戶的個人私隱由科技巨頭主導 同時令人失去現實世界生活的動力,影響深遠,所以今天限量變題的標準在於 究竟在不失去生活動力的前提下,元宇宙能否為人類帶來安全又保障的體驗 如果不能夠的話,變題絕不成立 我方認為元宇宙對人類是禍,原因有二 第一科技巨頭獨大,失去私隱保障 正如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副教授黃吳子出現時不少公司透過自衛技術裝置收集用家的資料 從而知道用家的思維模式和行為選擇,個人私隱暴露無疑 正如免書會透過用戶上傳的照片和視頻收集生物訊息,形成膨大的數據庫 被吳子蘭批評是侵犯私隱,最終只會令到科技巨頭公司得益 當元宇宙形成後,正如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計算機科學系鄧淑明所言 到時元宇宙紀錄的用戶資料會比現時任何一個社交媒體多 可見未來形成極大的私隱問題 想問右方,當元宇宙是將所有人的私隱變成一種科技巨頭公司的數據 令大家無所斷刑是否仍是對人類的福呢? 第二,科技操控人類,失去人生意義 元宇宙借助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和人工智能等生興技術 為大家帶來自由和感官刺激 但是當日常生活都在元宇宙進行 僅人類就會失去現實世界生活的動力 正如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市場教授借田所言 元宇宙的發展最終會高度控制人類的生活 更容易依賴和對元宇宙上癮 甚至會控制我們的觀念、信仰、甚至是生命 最終人類會因此失去自我 請問右方,當元宇宙反過來令到更多人沉迷在虛擬世界 那麼遠被科技操控,完全脫離現實世界 都不算是對人類的禍呢? 最後想問右方,當發展元宇宙只會令到人類被科技操控 甚至失去人生意義,不算是複雜於我呢?多謝各位 越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36秒,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隔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向越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越方主辯會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然後有1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在限時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的提示 時間到則會有2丁的提示 接著就會輪到越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向隔方主辯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越方分指第一格依法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有請隔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問 請隔方發問前,先在鏡頭試試麥 請問越方同學聽得清楚嗎? 請問評判聽得清楚嗎? 好,謝謝 隔方,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準備好 好,定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主辯一出道理就跟我們說 科技追求控制了整個元宇宙 而令我們全部失去私隱 但今天有方,先看看數據 其實元宇宙是說什麼? 其實去中心發問區塊鏈 只要我們可以進入元宇宙 區塊鏈就已經讀取我們的資訊 完全需要經過第三者公司 可以降低大公司的控制能力 但今天有方的論證非常衝梭 即是跟我們說錄書 錄書錄書的例子說他們現在控制著我們的數據 所以之後進入元宇宙 就會完全被控制 所以麻煩任何 想問任何 請現在開始計時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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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方主便回答 请月方同学先试一试麦 现在暂时都未听到有声音 试麦试麦试麦,请问月方同学听不听得清楚 请问月方同学听不听得清楚 请问评判听不听得清楚 好,谢谢 那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好,定 首先先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学说发展元宇宙的概念 未来可以去到去中心化的效果 人人都可以去参与 但等着先,你的元宇宙这个概念来说 其实是一些科技巨头公司带领去实践 即是说我们不用它不行 如果要去玩这个元宇宙 去达到你口中的福 就必定要通过一些科技巨头公司去做 好了,反而这些 反而不是去中心化之缘 而是高度中心化了 将所有的东西集中在科技巨头公司身上 最后请问有方 当做不到你所谓的去中心化之余 又会被那班科技巨头公司垄断的时候 究竟这一个还是不是对人来一个福呢? 多谢各位 定 接着就会轮到月方的提问栏接 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请月方发问之前先试一试麦 谢谢 试麦试麦听得清楚 好像有点小声 可不介意再调整一下 谢谢 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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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隔方同学听得清楚 请问评判听得清楚 好,谢谢 谢谢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说到 元宇宙开满不同的需求 例如是医疗等等 所以就是对人类幸福 但是有方主便完全没有和大家交代 元宇宙在实践上的可行性 正如元平台的通信联益副总裁丹拉比诺维斯所言 由于电信领域的创新速度缓慢 网络建设都未完善 无法实现元宇宙 连元宇宙总裁组合百甲都坦然 网络技术要有显着的进步 才可以用虚拟实景眼镜完美体验虚拟世界的真实感 询问有方 连带头发展元宇宙的元平台都说 发展元宇宙有这么多障碍 有方又凭什么一下叩定 你们口中所说的利处就一定可以实现到呢 甚至是人类的福 多谢各位 各位 甲方、主辨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结束前15秒我每停有提示 现在开始计时 将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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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有光同博只不过是担心在发展元宇宙这段路程上是有障碍的 其实有可能我刚才也承认了元宇宙如果发展到的话 我们去带来为人类带来福 只不过你是担心当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或者障碍 障碍就有光同博就说这是一个祸 但其实有光同博也没有说出实际究竟是什么 只不过是担心有障碍 今天我们看到发展元宇宙的话 如果发展到他带来福 会为我们带来福的话 今天我们应该需要解决这些障碍 不像有光同博这样说就不发展宇宙 多谢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隔方第一负面发言 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听到 请问月方跟我听得清不清楚 请问月方跟我听得清不清楚 谢谢 请问评判听得清不清楚 谢谢 你有三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好 定 评判有可能随随个位 大家好 出道来 有可能不敢回应我关主编的问题 我关主编问有可能是否承认 宇宙可以做到现在宇宙做不到的事情 有可能不敢的 为什么有可能都知道 根本现在宇宙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到 所以就有可能学习的圣经 今天有可能出道来就跟我说 今天有可能说 原宇宙做不到 没有可能性 为什么因为科技不够 有可能看清楚去哪里 今天我们在说的是 发展原宇宙是否福是否和 今天我们不能做到发展宇宙 有可能做不到 现在做不到 那我们就继续发展下去 有可能觉得 我们只要继续发展下去 做到有科技究竟 那我们今天是否就是福了 有可能 照正图记清楚 在这里 今天有可能觉得 现在网络的原宇宙 没有法律 没有法律监管 有10个问题 有可能是B10个问题 讲清楚 在这里有可能说 今天没有法律监管 所以就会有问题 会出现问题 有可能搞清楚 现在原宇宙只是这个初译 有可能不可以担保 发展原宇宙是一步登 我们是否一开始发展 手机就有指引解锁 不是的 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改善 一步一步发展 所以今天有科同学 其实今天说不过去 有科同学 觉得一些 可能一开始的缺陷就是我 究竟是不是 今天可能搞清楚 不是的 根本就不是我们一开始的缺陷 而我们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才是 我们很多事情 发展开头都是有缺陷的时候 今天是不是所有发展的东西都是 都是不应该发展 有可能讲清楚 好了 再者 今天有科同学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法律 可以监管的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线上九分界的机制 或者是 去中心大自治组织的时候 去解决网上宇宙的分分的时候 今天有科同学 今天有科同学 为什么觉得没有法律去监管呢 再者 有科同学 觉得 现在科技 有几个科技巨图 进去温宇宙发展 就会独大 那么有科同学 哪个说过 为什么会独大 有科同学 我们看清楚 温宇宙究竟是什么 今天温宇宙是去中心 是没有中心的时候 今天有科同学 为什么觉得那些发展的平台 是会控制我们人类呢 有科同学说 再者 有科同学说 现在已经有平台收集资料 在收集资料 有科同学说 现在的虚言世界 还是温宇宙 今天有科同学说 很长者 有科同学说 我们现在会 科技发展 温宇宙发展 会操控人类 会令人失去到 有科同学说 所有娱乐行为 其实都会有人沉迷 不会沉溺在里面 比如追星 比如沉迷手机 是不是因为有人沉迷 我们不应该发展 发展就是我呢 我们是否不应该发展手机 是否不能发展员圈呢 其实今天有科同学说的 沉迷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可以发展 定定 谢谢各位 隔方第一负便 发言时间为3分03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月方第一负便 请在发言之前试一下 试毫 试毫 請問隔方同學聽清楚嗎?請問評判聽清楚嗎?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總括有方的立場 今天就說到宇宙有什麼好處? 例如提高自由、地域或者去中心這些東西 忽略了變態入面發展這兩隻字 要評估未來宇宙、未來與其的情況是好定外 要看發展過程當中有什麼損失 凡事都有兩面,為什麼宇宙未來宇宙 比來宇宙一定有更光明呢? 為何可以有一個咬定是人類自由,不會有禍呢? 再說今天有方提及宇宙可以借助這個虛擬實境 技術發展,但是那些技術更好 都不等於元宇宙發展得好 而且對人是福 因為元宇宙發展得好 第一要技術夠成熟 第二就可以整合到 但是元平台的現實實現室 在去年已經赤了100億美金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真正成熟 都沒有人可以回答 所以問有方同學 當目標未知什麼時候可以回答 又如何談論對人類有福呢? 有方法兩大錯誤 第一,今天有方同學說 我們可以做到提高自由和空間 對人類是福 但是有方有沒有想過這些好處 是通過大家的個人資金和數碼足跡 在科技巨頭身上換取回來呢? 如果要用到人身自由去換取這些好處 是不是對人類是好事呢? 再加上這些表面上的好處實際上 只會令大家更加沉迷於元宇宙世界 令大家無法擺脫 又是不是對人類是福呢? 第二,剛剛有方又說到 我們可以利用法律規管去做元宇宙 沒有問題 但想問有方同學 你只給了個名字 那你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怎樣去解決這些所謂的爭議呢? 首先,宇宙發展這些發展到什麼樣子 其實到現在都未知 但有方同學打算用什麼法律去做人規管呢? 其實也沒有解答到 相反,根據反數位囚刑中心的調查 其實在五月的時候 在虛擬實境遊戲VR檢查當中 其實已經超過一百次 涉及元宇攻擊或者聖蘇宇的事件 幾乎七分鐘就發生一次 他日去到元宇宙又怎樣應對呢? 作為假設元宇宙在這個概念 真是由那個巨頭可以帶領下去的話 其實只會是正如虛擬世界遊戲 例如三峽共同創辦人百格特 所以其實由元平台等科技巨頭 所生於創立元宇宙 他們只會繼續創立現實的中心化 資本壟亂 或者是順利全取的商業經濟方法 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去中心化這件事 反而將現實的互聯網世界的問題 更加進一步惡化 並對人類幸福 並非對人類幸福 再加上柳春大學網際網路研究所 副教授蘇特拉 和爾特所說 其實發展宇宙的科技巨頭公司 例如臉書等等 只會希望會否使用時間不斷延長 從而收集到更加多的個人訊息 以及已經存在的法律問題 正好反映了元宇宙 只會更加容易被這科技巨頭 控制了大家的生活 又缺乏他人的監管 這部新聞有方 是否想政府插拭干預宇宙的發展呢? 多謝各位 月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55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著又請隔方第二負面出來發言 請先試一試米 試米 試米 想問月方和我聽得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得清楚 謝謝 另外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準備好 定 有什麼講覆 但今天我方講的覆 例如技術問題 我們可以在這裡應用一些衣術 打開現實世界上 這件事已經是可行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一定已經做到了 但今天按照有風和和測 你的禍一定是不成法 然後元宇宙依然沒有做好 今天有風和和都是空口白話 空口白話 火日在頂 今天有方和我們說 說科技巨頭 進駐這個元宇宙 會影響了私隱保障 我方就想問 究竟有多少個數字跟你說 有什麼數據跟你說過 會這樣 今天有方 究竟什麼是私隱 究竟他們會有什麼私隱 是保障不到 今天有方文化 正清楚 不要只被私隱兩個字 帶過來 就說已經成合了 再者今天有方 提出一個論文 跟你說 一年宇宙已經控制住這些數據庫 然後接著控制自己的私隱 今天有方 我心想安端你的邏輯 是不是我們今天不要再發展社交平台 不要用臉書 不要用其他社交平台 因為它控制住我們的數據庫 控制住我們的資料 再者今天我方已經講得很清楚 元宇宙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去中心法 今天有空和武論 沒有回應過去中心法這件事 去中心法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相等的權利 我們不會被控制 再者今天有方再跟我們說 第二個論點就是他們會沉迷 科技會操縱人類 令他們失去生活的動力 但是今天有方又一樣 又再犯同一個錯誤 這些數據沒有說過 有幾個沉迷沒有說過 哪個團隊說過這些沒有說過 什麼都沒有說過 但是今天我空知道的是什麼 今天一樣東西都有沉迷 今天手機遊戲什麼都有沉迷 按照有魔俄則 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發展 我們回去佛石仔 然後拿柴桃煮飯 這樣是不是最好 今天有方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 根本就不是元宇宙發展本質的問題 有人經常看人的問題 每個人的自控能力都不一樣 今天有方斬他們必備沙床 覺得只有完全不發展元宇宙 沒有人沉迷 但是今天有方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解決這個問題 不應該是設立一些守則 令他們沒有沉迷下去嗎 再者今天有方再跟我們說 你根本就說不到法律 怎麼解決這個元宇宙 今天我幫你再跟你們說清楚 元宇宙可以有開發生日 他們有數據庫 政府可以採用數字身份 公民數據庫對職技術 所以它代表他們違反犯罪行為 或者用技術架構 例如設定那些數據在代碼上 只是有人執行法律 代碼可以直接執行懲罰 再不是也有線上扭分解決機制 再不是也有向中心法自治組織 這四個方法 今天有一個問題 有逐一能制 究竟誰不可以解決現在的法律問題 好 其實有沒有人問 究竟現在多一種生活方式有什麼不好 謝謝各位 隔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 3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有請月方第二負面出來發言 發言讀 請問師妹 聽不清楚 請問教方和我聽得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清楚 麻煩你了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好,來到異赫,或者不如一起總括有方立場? 有方行對於原意發展是一無所知,因為原意發展規模這麼大, 是否肯定可以落實去做到都沒有人知道, 還有沒有這麼大的封建被科技巨頭公司繼續壟斷市場, 收集大家的個人資訊,從而操控大家的生活。 有方行是否為了原意那些不確定性的利署, 即使它變成一個高度中心化的平台都跳出來複雜於禍呢? 就算在不同的方行,原意就真的可以發展到, 有方行有沒有想過是大家玩原意就,還是原意就玩回大家呢? 因國家羅森伯格所言,原意就是一種會令人沉迷的虛擬世界, 將現實的生活所有事物完全覆蓋, 最終令大家更難放下手上的虛擬實境和擴張事件, 放真實地反回現實世界和其他人進行交流, 有方人類難以為的原意是否也不算是呢? 今天有方行犯了兩大錯誤, 今天第一件事,有方行犯了我們可以用法律規管, 有方行犯了二幅的環節, 他們用什麼法律規管都沒有舉例過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用法律規管呢? 再說,現在互聯網的一些發放假資訊和私隱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到的時候, 說到原意這麼自由、空下的時候, 他們怎麼可以規管呢? 其實原平台自己的法律顧問都跟我們說, 其實有幾十個法律問題是沒有解決到的, 幾天之前還更加被人告的時候, 為什麼還有法律規管呢? 第二,今天就跟我們說, 原宇宙其實可以去到中心化, 大家一起共同創作, 說到好像很好感、很自由, 但其實要發展原宇宙做到你口中所說的福祉是一個方法, 就好像正如我幫主面所說的, 交給一些科技巨頭公司去做到, 但交給一些科技巨頭公司去做到, 其實不是去中心化, 是反而會更加中心化, 因為他們有權力去規管所有自留, 規管你的資料, 所以自由就是拿資料去規管, 拿資料去換取的時候, 為什麼它可以做到去中心化呢? 今天當然一直在跟我們說時間的問題, 但連英特爾的高層拉架、 科道爾都跟我們說了, 其實現時是做不到這個芯片, 現在的心比是要做到現在的一千倍才可以發展到原宇宙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真的有足夠的時間, 還有什麼時候才可以發展到一千倍呢? 其實還有各位, 其實原宇宙講求到大家在一個虛而得來, 好像很真實的世界的地方做到所有事情, 但正如Akron Pacific Venture的投資基金創辦人鄭志凱所演, 原宇宙最大一缺憾, 就會令大家在現實生活中跟其他人產生距離, 就是一個人的行動力, 更加和一個人追求人生意的方向背道, 而且究竟現在長期投放時間在虛擬世間, 將它變成疑慮都是不是不算呢? 加上其實現在大家都已經說了, 用人工去取代人類的大部份, 大部份工作已經令大家反思人類在未來有什麼價值, 如果再發展來原宇宙, 就像有方說到將現實生活大部份的東西放進原宇宙的話, 實際上人類已經被科技操控在一起, 有方說當人類無論在工作還是日常生活的時候, 都可以被科技完全掌控甚至取代的話, 那是不是對人類是福呢? 多謝各位, früher Pinkie 月方第二負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06秒, 沒有過時無水扣分, 現在進到台下發言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言的機會, 窃方派出一位台下便源發言復活, 請便 inheren開啓鏡頭並且視線不行。 問是否聽到? 是嗎? 請問評判聽不聽清楚 好,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開個示意 定 其實評判有方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方都有評判的目標 不是追求人生意義 但今天有方一尾提出 原意就會令人失去在現實的能力 但數據有多少百分比是這樣呢 有方和我都沒有提及過 就算是任何東西其實都有上映的可能性 這件事根本就不是元宇宙造成 今天是不是有幾個網友少年 我們就不應該去發展網絡呢? 不是的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 聖不聖的元宇宙能夠做到 元宇宙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瞬間而到 同時有幾千萬人參加畢業典的演唱會等等 謝謝各位 月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絕對 看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ember绑 Flute 订阅 订阅 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岳方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暫時還未聽到聲音 請問教方同學聽一下清楚嗎? 請問評判聽一下清楚嗎? 謝謝 你有1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請 謝謝剛剛有方的提問 剛剛有方的同學說我們可以用到虛擬實境 可以做到舉辦演唱會等等 但其實這些都是廣句 這些發展技術在好都不是代表元宇宙 很多都不是對人類的福 最加上其實是否發展宇宙這些技術 如果不發展宇宙,這些技術是否會停實不前 大家有方同學都沒有說 再加上其實我們這個元宇宙平台的副總裁都說了 其實現在都沒有時間或者沒有技術 他做到元宇宙,為什麼你要繼續說 要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呢? 多謝各位 現在請月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言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且試麥 試麥 試麥 請問隔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那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定 在在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說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不過其實這種想法未免想得太簡單 正如美國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斯密特所言 元宇宙不單止會令到更多人沉迷網絡 花更多時間帶著虛擬真實眼鏡 還會引申數碼欺凌和歧視問題 令到社會變得這麼對立 想問問有方是否 未來大家只懂得帶著虛擬真實眼鏡去玩元宇宙 完全脫離現實 都算是對人類幸福呢? 多謝各位 大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對 TENG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甲方同學排出一位辯員回答 請問月方同學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清楚 謝謝 你用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教我示意 定 除了各位 首先感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今天有方同學不斷說有人會沉黎 有人會沉黎 有方同學說清楚 有多少人會沉黎 有多嚴重的問題才有方同學說清楚 再者今天有方同學說到數碼欺凌 我剛剛已經說過很多次有法律規管 有方同學為何不斷都要說回今天沒有法律去幫助現時 言語宿的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是有線上九分解決機制 這類型的法律規矩的時候 今天有方同學說數碼欺凌會出現 雖然而言語宿就對了 今天現在世界沒有嗎 現在我們的虛擬世界沒有嗎 今天有方同學反對世界還是反對言語宿 即是有方同學說清楚 在者今天有方同學說到我們會來現實 完全去了元宇宙 今天可能解釋清楚 其實我們現在的元宇宙是一個聯絕 聯通現實和虛擬世界 是人類數字化 生存殲疑的載替 我們是兩者並行 並行 發言時間接觸 請停止 謝謝 現在請鴿方派出一位台下辯員 進行第二次的發問 請辯員開啟鏡頭並且試麥克風 試麥克風請問聽不聽到 請問月方同學聽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清楚 好謝謝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定 主席評判有何在在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不斷 不斷問我們發展元宇宙的可能性 走至羅特兄弟當年發展飛機的時候 都被人質疑在此人作夢 但最後依然能夠完成這些初映 其實今天所有事情都不可以一束宇宙的 我們看到現在是做到元宇宙演唱會 說真對話 畢業典禮以後只會做得更加好 其實今天發展元宇宙途中 其實也為我們帶來其他利處 即使最後發展不到有分學所期望的完美世界 但在發展當中 各項新興技術都是被優化強化 各項企業良性競爭 元宇宙的各項科技 例如人工智能 互聯網 醫療支援越來越近 這個也是他帶來的益處 再想問回有關同學 現宇宙石油資源 能源短缺時間空間限制如何解脫 能源宇宙有什麼其他方案 是可以取代他的好處呢 多謝各位 現在月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要十分之一 多謝 你在付她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暫時未聽到聲音 請問隔方同學聽不聽得清楚 請問評判聽不聽得清楚 請問隔方同學請問 主席評判大家好 首先多謝有時同學提問 今天有時同學不斷和我們說可以用一些虛擬實景 一些虛擬眼鏡做了很多事情 有醫療、演唱會很厲害 有7000萬人 其實我們請留意今天的辯題 今天的辯題是在講圓宇宙 不是說哪一種技術好還是虛擬實境去代表 其實不是代表原語就是對人力好還是對人力福 再說其實我們現在在現實生活 其實都可以正常地使用虛擬眼鏡、虛擬實境 去做到我們想做的事 那為什麼要關於原宇宙事呢? 再說其實我們今天同學就跟我們說 可能現實都有網絡欺凌 那為什麼網上不關於原宇宙事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有英國 其實上次也有一個女士被性騷擾 而她的原平台虛擬實境負責人博士、浩斯都跟我們說了 其實她的原語就是對女性是一個有毒的環境 加上剛才我有幫我幫我 叮叮 發言時間結束 謝謝 現在請地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進行第二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且試麥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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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這裡 請問教科和我聽得清不清楚 請問評判聽得清不清楚 謝謝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準備好 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主席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說原宇宙有區塊鏈 所以就是去中心發行 但是有方主編又說原宇宙有七至八種方面 包括社交和體驗等等 但是現時有能力做到上述功能的 就只有科技巨頭公司 而當中的營運規則 又是他們設計 大家的個人資料和數碼足跡 又是被他們全面深集 實體上只是近中心化 以及全面由科技巨頭公司掌握大家的生活 請問右方 你們是否覺得這種科技公司主宰去打造的生活 就是你們追求的人類之福呢 多謝各位 隔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隔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就 Connie 就跟我來 有一次 請問 有 請 那 你 請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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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 定定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隔方派出一位便员回答 订阅好 请先试一下示范 示范示范 请问月方听不听清楚 请问评判听不听清楚 谢谢 现在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准备好 好 丁 再做个 反正今天我方不否认元宇宙的确需要科技巨头 因为它们拥有一些成熟技术 所以它们要带领元宇宙的发展 但是今天有个 其实我们看回社会 社交平台的出现都是因为有些科技巨头 它们有些技术才发展 但是按照今天有科目的逻辑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验试生活 其实已经被科技巨头全部控制住呢 今天有个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定觉得 因为可能会被他们控制 所以我们就完全不要再发展元宇宙 首先今天有科 没有讲过 我们现在现实社会 和 没有论证过 究竟我们是怎样被人控制 怎样搞被人控制 谁说过我们会被人控制 他说控制了我们的什么 今天有科 一共也没有论证过 再者 今天我方已经讲过很多次 元宇宙的本质在于国中深化 所以根本不需要经过第三者公司 反而是比现实社会更加可以降低到大公司的控制能力 今天有科根本不需要担心 再 今天有科根本没有跟我们讲过 为什么我们现在原语就 发言时间结束 谢谢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是结变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作准备 现在开始计时 action 有一对 一、二、三、二、三、七、八、二、七、八 三、二、三、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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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所以 正 订定,准备时间结束,现在先由月方劫变作劫 请在发言之前试一试麦 试麦试麦,试麦,听不听听如何? 请问评判听不清楚? 好,谢谢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可以 主持评判,各位大家好,今天我方質疑有方究竟用什么法来规管和解决我方提出所有禍害呢? 今天有方来到变幻也不敢回答 有方要发展元宇宙,但发展元宇宙当中的风险,例如是被科技巨头公司控制等等的风险 这些有方又完全不敢和我们说,完全没有比较过,没有衡量过 今天有方全场很努力地塑造元宇宙在未来会怎样成功? 例如可以满足到不同的需求,例如是医疗等等,然后判断发展元宇宙是人类是福 不过,元宇宙这个概念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质疑是否真的落实到? 就算有方举出不同的科技或技术,最多都是说这些技术有进步和是否整合或者发展成元宇宙明显有一段距离 就算面书改了名叫元平台,为了希望可以尽早实现元平台而设立了现实实验室 结果单单在去年已经亏了100亿美元,为了一个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的元宇宙 然后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下去,这个还是否对人类是福呢? 即使元宇宙真的可以实现到,但是有能力可以实现到元宇宙的都只会是科技巨头公司 当元宇宙是在现时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技术下进进一步发展 也即是会继续长时间和全方面搜索大家的习惯和数据 李奇明是想进一步改进,又或者是给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但是大家的行为,又或者背后的资讯,就会被这些科技巨头公司完全掌控了 但是,当今天网络私有问题,网络犯罪,又或者这些个人资料应该如何处理 又或者是如何对这些科技巨头公司着监管 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共识去如何解决的时候 然后就要把它升级成元宇宙,即是只会引申更多的问题和矛盾 是否依靠法律规管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呢? 但是,究竟这种盲目标求所谓的进步和创新 但大家要付出很大的后果,又是否真的可以对人类在谷呢? 就算元宇宙真的可以为大家带来方便和欢乐 但是元宇宙又广告大家的生活都可以在那里进行 也就是只会将今天的网络沉迷的问题重一步加剧 但是元宇宙的另一个特质是这个虚拟世界的真实程度 可以和现实世界的看齐 当中带来的感官刺激只会令到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在元宇宙里面 大家是愿意尋找乐趣和满足感的同事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会因为这样而进一步逃避现实 甚至被它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意义呢? 确实,未来世界发展都会由不同的科技和技术主宰 大家的生活都会越来越需要用到科技 但是,这样是否代表我们可以无条地信任科技 又或者是被科技控制我们的一切 甚至是好像为科技而生活呢? 一个极度逼真,甚至是以假乱真的虚拟世界 是不是值得大家追求? 甚至是不是因为虚拟世界都可以做到现实世界的东西 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元宇宙里面进行 这个又是否大家作为人类应该追求的价值呢? 在座各位,当元宇宙标榜是大家的未来 和提供很多新奇,满足和成功感 但是,这些时间大家是不是应该有多一份危机意识? 不要为了人类的方便,而令到大家陷入迷失 今天不是我方在这里几人休天 而是多一份警觉,少一份危险 才是保持人性清醒的重要性 多谢各位 月方结辨发言时间为3分44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有请隔方结辨作结 请在发言之前试一试麦 是,试麦试麦,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请问月方同学听得清不清楚 请问评判听得清不清楚 好,谢谢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我示意 是,可以 主席评判有4分钟的发言 主席评判有4分钟的发言 大家好,总部全场 不难发言 今天有4分钟的发言 有4分钟的发言 跟我们说 元宇宙发展很困难 但是今天我发言到的是什么 robots 等等 已经推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元宇宙 那请问到底今天元宇宙发展 如果是这么困难的话 那为什么他们会推出呢? 其实有4分钟是很困难的 又说我发展不到元宇宙 又说发展到元宇宙会是 我们先看看今天有4分钟是什么 有4分钟说 要复保元宇宙不会令人失去功力 要保障到他们的安全 和有保障的体验 但其实欧峰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 新世界发展集团行政总裁 郑智光他收购了一块 在元宇宙的一块地域 他还建了10间物色公司 包括是六角手拉拉快递等等 同时是提供更用户工作崗位之外 他要制作了亲力期间的虚拟体验和娱乐 其实只是换了一个方式 地点劳动 利用了元宇宙减少资源运用 可以导致高速进步的特点 其实元宇宙不单止是换了 还要是提供了用户有动力去工作 那又怎么会造成有不佛所说的动力呢? 再说了 其实今天元宇宙有类似法律监管的东西 去监管人的行动 其实是保障到我们的私隐 先不说我们有线上九分解决机构 去中心法治组织 其实元宇宙只是用了一个方式 去代替了法律 在元宇宙里面 编程或是法律 其实我们看到现实世界里面 政府的监管可能是需要在商家里面 获取数据 而用户通过了加密数字身份 访问了元宇宙之后 其实他们的数字身份 加上公文数据库的对接技术 其实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定了他们个人信息的可见范围 令到以往可以轻松拿到个人信息的藏商 无办法轻易获得个人信息 所以请问有方同学 到底这样可以保障到他们的个人私隐 不让那些科技锯头垄断的时候 有方同学今天完全说不过去 有方同学今天的标准也都已经说不过去了 先看我们今天有方同学平台标准 其实发展元宇就是可以出尽到社会发行 和满足到人类见识未来被满足的范围 例如我们可以在医疗方面 可以提供到不同方面去给医生发展 这些我们今天主电一副二副都讲了 所以有方同学今天都已经视而不见了 其实人类发展过了百万年 由旧社区时代慢慢发展到 现今资讯科技发达到二十一世纪 我们一直在创争不断进步 回首过去科技未发展的时候 不论是煮饭洗衣都好 这些生活所见我们都需要自食其力 但多得有人类新闻的浪法 达了科技的突破 到现在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 科技日生月异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难发现 每一次有新产品的诞生之初 我们往往会担心 会害怕 会质疑 来德兄弟制造飞机的想法 被人认为是运上天开 不切实际 当时的人类相信 其实我们未必可以在天上行动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飞机 正确实实实地祝福人类 带来DNA 由高红学就像那帮黑级要批评 不疑的人 对元宇宙为人类带来的福祉 事而不见 虽然现今信息发达 但元宇宙依然存在着我们难以突破的局限 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况 而是需要不断的进步 并突破街坏 元宇宙的虚拟认世间 正确能够满足到我们在现实世界无法得到的要求 推动社会发展 正为中共未来理想社会的一大利秩序 一大利秩序 多谢各位 隔方见面发言时间为4分05秒 无过时无需究分 比赛告一段落 本人将与评判稍作联络处理分子的问题 请对赛双方留在原地手后片刻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算出三位表现较佳的辩元 再分别比喻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如下一位得10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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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節產時間,我們也會逐一邀請評判給予評語 如果評判沒有特別的要求的話 就會按照評判名單的順序請評判發言 現在先請杜晴儀小姐就雙方的表現給予評分 聽得清楚的 聽得清楚的 好 我先分享一下我對於答決雙方的主線和論點的看法 然後再講一講,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共同改善一下的問題 首先這條題是說 發展元宇宙 牽涉了很多複雜的東西 還有,到底什麼是元宇宙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個一樣的看法 所以 辛苦了今天的甲乙雙方 他們花這麼多的時間 嘗試將自己看到的元宇宙 是什麼去呈現給觀眾 先講一講 我對於甲乙的主線和論點的看法 我覺得你們說的兩個理處聽得非常好 但是你們給的例子 好像不能不太匹配到你們的理處聽起來有多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們的兩個論點分別是突破現在世界的限制 還有沉浸式體驗滿足現在不能被滿足的需求 你這樣說得這麼華麗 我開始會想像到的東西 可能是超越時間 生死這些東西 但是你給的例子 只是模擬做手術 或者是 可以開一個很大的不限人數地位的演唱會 這兩個感覺上聽起來好像一些 其實現在都已經有的東西 到底你這個元宇宙 是不是真的好像你的標題說得那麼好呢? 而你們之後所舉出的很多例子 其實都是一些很類似層次的例子 除了你有一個去說 應該是台下法文華島 就有說過瞬間轉移 但是你也都沒有很清楚說明 到底如何瞬間轉移 又或者有些什麼是比現在的 超越多的方面 所以我對於你們的 用來支持你們的離處的例子 感覺上不是很順復 所以也都影響了我覺得 影響了我對於你們的離處 是不是真的可以實現的一些觀感 這個就是我對隔方的感覺 然後對於隔方的主線 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你們一方面指控隔方沒有辦法論證 到底你們覺得元宇宙可以發展成隔方所說的 還是不可以呢? 那麼這個疑問去到隔方的結編 其實有少少質疑 但是這個疑問 由粵方的主線開始已經存在在我心中 那麼多少會影響到我對於你們之後的論點 以及你們對於隔方的反隔的觀感 那麼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大概對於隔月雙方的主線的感覺 然後我再分享三點我覺得 隔月雙方兩方面都可以改善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定義方面 之所以覺得定義是一個問題 是因為隔月雙方都沒有怎樣定義過 譬如說隔方你們說什麼 體驗、發現、去中心化那些 我大概可以理解到你舉出的例子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對於觀眾 而然有一個更大的疑問就是 到底什麼是元宇宙呢? 到底元宇宙牽涉什麼? 元宇宙有什麼造成? 元宇宙是不是就是 所有的平台都是互通的 我有一個地方聽好物 然後突然之間可以跳到另一個地方 去看現場會 然後突然之間就可以 可能去到外太空去看一些我沒有見過的東西 到底實質上是 體驗上是一件什麼東西來的呢? 我覺得觀眾會想知道的是這些東西 而多於到底它的特徵 是不是去中心化那些東西 也需要一個比較具體的觀念 而月方也是沒有怎樣仔細去分析 到底元宇宙實質上是什麼來的? 以至於當月方嘗試在台下發問那裡去質疑 到底虛擬實境是否先跟元宇宙 這一點其實我認同是可以質疑的 但由於你們一開始的立論 沒有講清楚到底你們覺得元宇宙是什麼? 又或者是元宇宙現在存不存在 這一點 以至於你們去到這麼遲的地方 才再質疑這一點 我覺得都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們一早講清楚一點的話 可以令到你們這個反駁更加有力 這個就是我對於你們定義上的小小看法 然後第二方面就是對於雙方的論據上的看法 我覺得今天夾著雙方都需要更加多的資料 和證據去支持你們的論點 譬如夾著雙方都應該要有資料去說 到底為什麼他們覺得元宇宙可以 或者不可以發展到他們所說的這樣 而這一點雙方是有錢了很久 我都沒有一個很確實的看法 就是我覺得因為雙方那麼多資料 譬如說 夾方說去中心化 到底去中心化實質上是是什麼? 你怎樣由 譬如說你有幾家公司推出了 所謂他們聲稱是元宇宙的東西 然後又怎樣由這一步跨越到去中心化 這一點是沒有怎麼解釋清楚的 我覺得當月方想要質疑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都需要去解釋到底現在有什麼實質的障礙 令到去中心化做不到 又或者是你們所說的法律問題 具體而言是什麼呢? 譬如你們有提及到性騷擾等等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單單是提出這些罪名的名字 不是太足夠去證實 不是太足夠去說服你們的觀眾 存在這些法律問題 也需要一些更加等構元宇宙的特點的東西 譬如說 我當夾方說去中心化 如果去中心化就是沒有所有的政府 沒有所有的執法機構的情況下 你怎樣可以實踐你們所說的規則或者法律呢? 這個會是觀眾有的疑問 我覺得夾著雙方都可以多一些這些證據 資料去說去支持他們的論點 然後第三點我覺得夾著雙方也都可以改善一下 就是你們都不太 你們都沒有怎樣去深入你們對手的論點去作出討論 也都沒有什麼仔細去聽你們對手的論點 我覺得其實一方面這件事是反映了你們夾著雙方本身的準備很充足 充足到你們是已經想好對面會說什麼 或者自己可以怎樣回應 但是我覺得即使你們的準備很充足 你們都應該仔細去聆聽你們對手的論點 也都應該要去想辦法去參與他們的討論點 而不是只是說自己的東西 譬如以甲方而言 甲方在好幾個辯位都曾經說過 乙方的擔憂只是沒有辦法發展完宇宙 而這件事是明顯不正確的 因為乙方已經說了科技巨頭壟斷的禍害 還有科技操縱人類的禍害 所以他們不是只是擔心發展不到 我覺得這件事要注意一下 而對於乙方而言 乙方就很少回應甲方所說的兩個離處 即是突破現有世界限制 沉沉色體驗那些 反而是遵從你們已經準備好的 質疑他們的法律 又或者是元宇宙發展進程等等的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是甲方都應該注意一下 因為在一場可以吸引到觀眾去聆聽的辯論當中 我覺得你們去聆聽對手的論點 然後再出席個人的回應也是很重要的 相信之後兩位評判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分享一下 還有因為有些事要外出 所以可能現在要暫時退出這個聆聽 辛苦了各位評判 以及傷害了雙方 謝謝道晴兒小姐 也請你離開同時都可以 確認分子 以及我們之後都會發出賽果 也都需要你的確認 謝謝 現在就再請吳家樂先生 為到雙方的表現給予評語 大家好 聽不聽得到我說話 聽得到 聽得到 好 麻煩你 首先都是辛苦了雙方同學 都辛苦主席 今天連續了兩場比賽 這場比賽 我猜我應該先講多一點主線上的東西 先講主線 其實我覺得承接上一位評判說的話 其實我看完這場比賽之後 我覺得就算是一些什麼是福 什麼是禍 其實也有一點值得探討 因為看完這場比賽之後 我的觀感是覺得 其實兩邊都沒有怎麼說 我怎樣為之叫福 怎樣為之叫和 例如福那方面 正福 家方的第二論點 就說我滿足到需求 例如可以看演唱會 很多人看 越方就會覺得你脫離了現實 所以就不是福了 那究竟怎樣才叫做 福的定義是怎樣理解呢 是我滿足了需求就是福 還是一定要在這個現實世界裏面做的事 獲得了利處這件事才叫福 這是福的定義 同時和呢 和這個問題大一點 我覺得 因為對我而言 我覺得今天越方其實是提出了 即他提出了不同的質疑 私隱世面 可能是法律爭議 但是這些事情 究竟有閉處 每件事都有利閉 我理解 但是他什麼時候才會變成禍害呢 是不是單純閉大 一件事閉大於你 就已經會等於禍害呢 其實本身這一點 我是有點質疑 換句話來說 其實我覺得 要論正到禍 那個論正的門檻 其實是比較高的 我覺得相比起福來講 聽下去 禍是比較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也覺得 本身這條變態裡面 就已經對於越方 是有一個比較高的門檻 你需要去論正到 要是禍害 不可以單純 是一個很小的閉嘴 很簡單 換句話來講 我去行兩場比賽的時候 我就是在想著 兩邊說話 究竟是否成為福和禍 然後我再去考慮 怎樣去比分 所以我將分子反映的時候 就是反映著 你說的話 究竟跟福禍有沒有關係 首先有沒有關係 第二就是你的論正門檻 夠不夠去到福和和 這就是我評價的準則 好 先分析一下雙方的主線 我自己個人的見解 先看甲方 我同意上一個評判說的 兩個論點都是很正路 社會進步和需求 但是我覺得兩個論點 今天甲方的弱項 都是例子的見縫 而且是比較講得窄一點 例如消除限制方面 這方面甲延開出來的時候 就開了這個醫學 醫學這個 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也是一個比較通常 大家會通用的例子 但是 承諜上一個評判說話 去到其他類型的例子 就是欠奉的 例如瞬間轉移 或者是 現在元宇宙用來做的 最多應該是開會 開會 還有跨國會議 這些本身都比較少說 為什麼消除限制這麼重要呢 時間空間限制限制了什麼 沒有這些限制之後 社會可以怎樣去進步 這些東西是可以論證更多些 比就這樣拋個例子 你看看醫學就能做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論證可以論證更好些 最後方面 整場比賽其實基本上 只是聽了元宇宙演唱會 沒有其他東西 其實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例如如果引用上一場比賽的其中一個評判 可能在建築方面 可以做一些現實生活起不到的建築 或者元宇宙裡面可以懂得飛 如果你不懂得游泳 可以變得游泳 很多你做不到的都可以做到 探索火山去南極等等 這些全部都可以做到 這些本身不是我們這麼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以其實可以舉到很多例子 是令到你今天那兩個很大路的論點 可以變得更加強勁 而我覺得本身是危險 危險在於因為你這兩個論點 都是很大路的論點 所以你的對面也都很容易會猜到 所以當你去論證 為什麼呢 因為覆和也有少許利益比較的概念 雖然我覺得不是完全等於利弊 不是利大於弊就一定等於覆 也不是利大於利益就等於覆 也不是利大於利益就等於和 但是都一定有這樣的概念存在 所以你很需要去建立自己的利署 但是對我來說 利署就是有的 就是擺在這裡 但是就不是超級大的利署 例子未多到我覺得 真的對人類的整個福祉 是有很重大的正面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格方 例子上面比較弱的 主線我覺得OK 好了 月方對我來說的問題是大一點 我先說 先分析了 我跟上一個評判的見解一樣 亦都跟今天應該是格方的義父 類似有說過一句 其實如果你實行不到的話 其實就是無福無禍 雙方不是論正的見解 這個我同意 但是撇開這件事來說 我們先看了 假設如果元宇就是行到的話 月方今天舉出了什麼質疑 第一個是私隱上的質疑 這是一個大腦的質疑 我主要的問題 我主要的問題 我主要覺得 月方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是月方可以去講多些 影響了私隱之後 那個實質的閉處是什麼 或者控制權落在巨頭手上的 實質的閉處是什麼 因為你今天會聽到 甲方不斷說一句話 而這句話 其實我覺得是無分 我之後會再講多些 他說你沒有論正過 我沒有論正過 影響什麼私隱 沒有論正過 控制了之後 那個閉處是什麼 雖然我不買的原因 是在於我覺得 那個閉處很明顯 但是其實我覺得 暫在月方來說 為了這個完整性 你都需要去解釋多些 或者當別人問你的時候 你要懂得解釋 那個閉處是什麼 例如影響了私隱的話 影響私隱本身就是一個閉處 當然 但是例如壟斷了之後 那個閉處是什麼 可以是禁言 例如你Facebook 或者Twitter 這些都有禁言 可以是禁止你發表你的言論 禁止你在元宇宙裡面的行為 例如不讓你去某些地方 甚至乎是之前的風波比較大 就是Twitter就著這個什麼叫做虛假 或者什麼叫做煽動仇恨的言論 本身的赤是很難去量 這些赤落在科技巨頭手上 它有沒有政府管控得那麼好呢 這些都可以很值得探討 這些就是個實質的閉處 但是就會好過你今天只是說 科技巨頭壟斷就會影響了私隱 所以對我來說 論證未去到最後一步 也未去到最清楚一步 所以今天甲方會問這條問題 我理解的 但是我不會給分 因為我剛剛說完 我覺得其實不難去推敲出來 所以我覺得 但是乙方應該可以做得好一點 第二個位置 今天甲方會在台上說 這個是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就沒有巨頭壟斷 這個我覺得乙方很少 但其實我覺得都解不清 所以我覺得又很難去給分 其實去中心化 等不等於沒有管理者 或者因為現在是宇宙 對於沒有造物主 其實是不等於的 你想想現在互聯網 互聯網也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互聯網 但是在互聯網底下 其實有很多個不同的世界 其實你可以理解它裡面有很多元宇宙 只不過它是一個二維的元宇宙 所以它未到元宇宙 它只是一個普通的世界 例如互聯網是去中心化的 但是我去到每一個網站 都會受到創立那個網站的人的監管和控制 所以例如現在的Facebook 現在的Twitter都一樣 就是乙方都會懂得說 現在的Facebook Twitter 都一樣會有侵犯私隱的問題 其實你單純地只是舉出 以這個去中心化這個名詞 嘗試去論證不會有人操控 所以不會有任何私隱問題 我覺得這個論證是比較粗疏的 所以我亦都覺得不會有分的 就是單純這個方面 但是同時間 乙方又不是很確實指出 那個去中心化的沒有用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乙方又不是真的好 在這個位置又不是佔過優勢 最後乙方的第二個論點 是講人生意義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是這麼多的論點 綜合乙方裡面的問題是最大的 因為人生意義這個東西 本身就很難去Define什麼叫做人生意義 而實質地在這場比賽對我來說 我覺得其中一個要反思的位置 就是乙方承認了我們的生活 是在現在這個現實的宇宙 但是你要理解的是 原宇宙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大呢 因為其實它現在想創立 是一個平衡的世界 你可以理解它做一個平衡的世界 我創立第二個現實出來 換句話來說 其實兩個都是現實來的 那你就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去現實第二個現實 不是在原本這個現實 問題是什麼 其實聽起來就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就是我放棄了現在的現實生活 跳進去另外的生活 就好像我不要現實生活 我去玩網路遊戲 就是去玩玩玩遊戲 如果這樣說 問題會很明顯 因為我放棄了原本的生活 但是這條辯題的棘手位 就在於其實你不是放棄了你的生活 我只是去了另外一個世界去追尋我的生活 其實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隔方肯去問的話 這條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釋的 就是 越方開出來就說 失去在現實生活的動力 我就會問 我只是去了另一個世界生活 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這樣就沒有人生意義 如果我的意義是想 學隔方話題 是想滿足我的需求 而我的需求只可以在原宇就達到 這樣不是更加有人生意義嗎 我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回答的 所以 因為本身人生意義 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什麼叫人生意義 本身就很難去解釋 而同時間我覺得又忽略了 就是 越方或者雙方都有一點忽略了 其實原宇宙這個概念 是大到等於另一個現實的世界的話 如果你將這兩個東西加起來的話 我覺得要論證 論點二 就是越方的論點二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去到後場 你很難再去解釋 那個人生意義究竟是什麼 你只能夠 可能暫時會講一下 一些人沉迷 甚至乎去到後場都沒有 去到後場都沒有 去到後場就只有1.1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有一點失色的 好 接著就是越方的可行性和法律爭議問題 這個我一拼去講 都沒有一拼去講 先講可行性方面 可行性方面 我同意上位評判 都同意甲方義父講的 如果真的有可行性問題 你那兩個閉場不成立 你論證不到別題 但是我覺得因為越方今天 太以為自己是一個反方 所以你才會扔這個論點出來 對我來說 但是雙方都是 雙方甲月變題 兩邊都是正方 兩邊都是正立者變題 所以如果元宇宙這件事 本身出現不了 那和是什麼呢 我理解不了 所以這個一開始就已經 你會看到我將分子 會比起甲方義父之前 更加早就已經開始有 分數上面的遞減 每次一有可能性質疑 原因就是在這裏 而針對法律爭議 法律爭議有兩件事想說 第一件事就是想為評判有說 如果你只是想說 本質上面有法律爭議 這個元宇宙問題 會牽涉著一些解決不了的法律爭議 我購買的 例如管轄權的概念 因為元宇宙沒有了地位限制 例如我在上面性騷擾的人 哪個執法呢 應該是我所居住的那個國家 人家所居住的國家 的視伏器在那個國家 還是哪個地方呢 這些本身 可能如果是本質上質疑 我尚且可以理解 但是今天月方日 沒有什麼太過講過 所謂的法律爭議 可以有什麼爭議 我理解應該都是一些 言語攻擊 性騷擾等等 但是又沒有很明確地講到 為什麼很難去執法 執法難處在哪裡 所以有一半分 但是我覺得拿不完 而如果你只是 你的影片只是講現實考慮 只是講現在沒有法律規管 所以就是一個禍 這個我不買 因為任何的科技 都是他剛剛出現的 當然沒有法律規管 即是飛機 剛剛發明 來得輕得法人飛機 都沒有規管 難道就是禍嗎 又或者人工智能 自動駕駛等等 所以如果只是本質上說 法律跟不了這個科技 我覺得不是一個違署 不過隔方就沒有來得那麼清 隔方今天就只是流於問你 什麼法律爭議 所以我覺得 5050 但是我覺得 問題就在於 因為你是粵方 你是正方 我經常說 每一邊都是正方 你一個責任去論證和害是什麼 那你就要思考一下 你後場放了時間 放了去哪裡 其實你放了很多時間 去論證可行性 和論證法律爭議 而這兩個都不是禍害 即是法律爭議可以是禍害的 但我覺得論證都不夠出 可行性真的不是法律爭議 所以當你不斷花時間去論證 其實是沒有理沒有覆 沒有禍 你不是論證的變態 不是論證的越方人變態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時間不應該放 甚至乎我不建議打可行性的 本身這個變態 所以我覺得是去建構主線的時候 可以再試一下多一點 好 接著有幾點 很快講大 第一點 我覺得同意上位評判 雙方都是沒有足夠的資料 例如隔方問來問去 就是7000萬人去看演唱會 月方可能問有多少人會上癮 就舉不到例子 我覺得這方面 就是4-3-3-4比賽 你最少都要找得夠資 要認到最少正一二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雙方都要花多點功夫 再去做多點資料搜集 第二就是 今天這場比賽 其實我想的評判好像有說過 我覺得今天這場比賽 有一個不好看的地方 是雙方今天都只要說 對面無論什麼什麼 對面無論什麼什麼 作為你的開手 這個在隔方來說 尤其嚴重 應該是隔方的一二座都有 我忘記了哪個嚴重 例如說影響私隱的時候 有什麼私隱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私隱就是私隱 就是個人資料 我覺得未去到一個對面無解 要解決的程度 所以我覺得 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去嘗試 去說對面沒有論證 當然 你站在一個邊緣的角度 如果對面沒有論證過 最容易就說 你沒有論證過 我就不用跳進去論點和你打 但是 不會拿到太多內容分 站在一個評判的角度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採取這種思考 這種方式 我想說 連帶 雙方都用得比較多 一些口號式的字眼 或者一些沒什麼意義的句子 例如 隔方說 法律問題 現在是要逐步來 不是要一步登天 所以結論是什麼 結論應該是 現在法律追不上科技 不代表這個是一個禍 但是沒有了這個論證 就只是用一步登天作了一個口號 又或者 因為 粵方兩個副片 開手出來的時候 例如粵方一部說 我想 頭15秒 講完之後 我想的結論是 所以我們要去看發展 究竟要看發展對於你的變態 對於你去推論你的站方 那個優勢又在哪裡 我又不是很怕 所以 我也要想清楚 你出的一些字眼 你去歸納你一些 問的問題 就是問有什麼私隱 或者你用的字眼 你有時候都要想清楚 你究竟推論完美 那如果你還沒推論完 或者你說的東西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話 那你應該限制它 來做多些反夥 那更實際 是 最後一點 颱風 我覺得這場的颱風的問題 相對地是 是比起上場嚴重一點 但其實都不是很嚴重 那 粵方才說粵方 粵方其實真的不是很嚴重 我覺得純粹是 因為 因為 我猜是因為是網賽的關係 我會看著螢幕比較多 例如 如果你是整份稿 你只是看著整份稿 去說話 沒有什麼眼鏡 那你正常比賽 你平時實體賽 都會教你眼鏡 其實我覺得網賽 都是差不多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純粹是 下場改變才行 但我覺得問題不太大 我覺得 隔方兩個負面 都是一些比較 進取型的負面 我覺得最基本就是 留意你的手部動作 尤其是隔方一副的手部動作 比較多 在網賽來說 你放大了這個畫面 的時候 會顯得更加突突 而我覺得打到後面 如果有機會去打一些大台 我覺得 粵方的那種風格 那種President的風格 是會更加值得可取 當然我不是說 你不應該 是應該的 但可能有時候 有些時候 是不可以太 不可以太 不可以太過 好像你平時說話 或者 有味道吵架的 好像你平時說人的 那個 那種程度 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保持積極性 和進取性 因為變界很多人都是這樣 純粹留意一下 你的手部動作 可能少少語調的東西 留意一下 那就OK 我們的評語到這麼多 交給下一位評語 辛苦了主席 謝謝吳家樂先生 最後有請 賴偉菲老師 就雙方表現給予評語 我想上兩位評判都 那個評語很仔細 我沒有補充了 謝謝 好 謝謝賴偉菲老師 現在是宣佈賽果的環節 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隔方第一副辯 張子盈同學 恭喜 現在為大家宣佈賽果 今天的辯題是 隔方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粵方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禍 由隔方可封中學識識原主辦 對粵方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隔方得票為3票 粵方得票為0票 賽果為3比0 由隔方勝出 恭喜 今場比賽結束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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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百貨 第四位